董事长,这阵容叫我怎么低调的起来啊,四个人随便来一个都是老天爷卖了大面子,您居然有办法把他们四人一起叫来 这才谈好两个,完颜老爷子跟我外公还没落实呢,我警告你啊,这事要是泄露出去你就死定了 不敢不敢,放心,我连我老婆都不透露一个字 行了行了,没事了吧,没事我挂了啊 挂断电话之后,蒋小敏酝酿了一会儿 翻出蒋老爷子的号码,那头秒接 乖乖啊 外公啊,你干啥呢,吃了没啊 正在吃呢,怎么了,过来一起啊 唉,我就算了吧,最近挺忙的,一堆事等着我做呢 等我忙完了,带孩子去拿过寒假好不好啊 哎哟,这都要过年了,你还没写下来啊 没呢,这位年会发愁呢 明星都被别的公司请光了,我这边一个人都没有 今年每家上市公司的年会,都要上传到网上,我们公司估计要黄了 黄什么呀,跟外公说说,是差钱还是差什么呀 我不差钱,我差人 说,你要请谁呀 啊,我想请你,你来不来 啊 我想说,我想请你过来帮我撑个场面 嘿嘿呀,感情是专门来请我的 嘿嘿,班公,我想过了,与其请了一些花里胡哨的,倒不如请您过去呢 少给我戴高帽子,什么时候呀 就月底 没问题 江小米偷偷地在心里比划了一个夜 他这边搞定,就差宋珍珍了 爷爷,您还记得吗,那会儿咱们去酒吧,谁都不认得您 还有去跳广场舞,那些个大妈都不搭理你 上上次,我带你去光电完成,人家嫌你岁数大,不肯跟你玩 别说了,珍珍,咱俩好好玩游戏不行吗,干嘛替这些伤心的事呢 其实吧,玩游戏,人家也不乐意带你 是不是家太给您气瘦,你搞不过他,就专门跑过来打击报复我呀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您认进现实 哎呀,珍珍啊,自从我跟你去了那些地方以后,我已经彻底认进了现实 你就不想扭转一下 我之前不服老,现在呀,这不服也不行了,老了就是老了,没啥好说的 哎,你刚刚说,扭转,啥扭转呢,说给我听听呢 我听家太讲,你年轻的时候可威风了,是不是啊 那必须的,整个夕啊,谁不认识我,完颜长青 连蒋家那个老鬼看见我,都得叫我一声完颜大哥呢 是啊,以前那么辉煌,为什么现在会变得无人问津呢 珍珍,你这样讲话很出人心脖子,你知道不 爷爷,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要接你伤疤 只是想让你再次认清现实 你换个话题说好不好,你别总叫我认清现实呀 我难道还认得不够清楚吗 您知道吗,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时间 你们创造出的那个时代,已经被时间毫不留情地抛在了后面 现在大家只晓得现在站在前面的,比方说魏少雍啊,楼天青啊,朴世勋啊这些 我呸,他们算什么呀,我当年可被他们加起来都要厉害的 可您再怎么厉害,也都是过去事了,就跟我明星一样,只要没有曝光率,就等于没戏 是啊,都是过去的事了 依我说,你现在只缺少一个平台,一个可以展现你自己的平台 什么意思 我现在手里,有个可以让观众重新认识你的机会,要不要 啥机会 小米的公司开年会,而且要上传到网络上 只要你过去当嘉宾,到时候全国观众都会知道 您就是那个挖矿挖成西亚首富的矿产大王 这个不要了,我都几十年没上过电视了,搞不起来,搞不起来 既然这样,我就跟小米说你不去了 不去不去,一大把年纪了,哪是能做那么大的折腾啊 还是啊,在家里喝喝茶,看看电视 听说魏爷爷年轻的时候也挺牛的,干脆把这个名额让给魏爷爷好了 你说什么 把机会给魏爷爷啊,怎么了 我呸,凭什么给他啊 和你自己说不去的 谁说不去了,我年纪大了,矫情一下不行吗 那,我跟小米说了,别到时候又反悔 谁反悔谁孙子 爷爷,还有一件事得说明,但凡过去都要表演个节目,你行吗 啊,还要表演节目 我问问江小米啊,你等会啊 打完了电话,宋珍珍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 爷爷,不好了 魏老爷先你一步抢到了最后一个名额,还说要跳歹子舞呢 他都上了 哦,我电话打慢了 爷爷,要不您就在家看电视吧,一样的 诶,珍珍啊,你跟小米那么熟悉 你去说说,看看能不能给我躺个位置 可您又不会什么才艺,过去了也没您的份 谁说我不会了 您都会什么呀 我唱歌还拿过奖呢 您还会唱歌呢 那也是,年轻的时候谁还没两把刷子啊 告诉你,我什么歌都能唱 流行的,古典的,戏曲啊,通通信手拈来 爷爷,你可拉倒吧 我爸说你啊,无音不全 他放屁 别冲我海,是我爸说的 要不,你找我爸去 看见小两口隔空是爱,完颜老太爷满脸的鄙夷 有本事真刀真香的来一场 跟我这个老头子面前秀恩爱,有意思没意思 爷爷,要不你给我唱一首 现在呀 当然了,没事,我跟家太都是自己人 嗯,我唱了啊 没有伴奏,你们就将就将就 啊,唱,我听着呢 口色的伞,脆色脸蓬的感觉 小母亲的折磨,母亲的鼓起 太子爷像是受了什么刺激 脚一滑,从楼梯上咕噜咕噜的滚了下来 沉浸在歌曲中的完颜老太爷吓了一跳 赵太 没事吧,睡到哪里没有 完颜家太亮呛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尖色的问了一句 爷爷,你刚唱的那个歌叫水鬼,对吧 臭小子,什么水鬼,是水手 爷爷,你别唱了,我看时间也不早了 赶紧休息去吧 你什么意思啊,觉得我唱歌很难听啊 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今天听色太晚了 万一再吵到邻居,不知道 折蛋,咱们独门独院,哪来的邻居 喂,喂,喂 管家,把混响给我开大点 爷爷,爷爷不要 爷爷是不是放人生 完颜老太爷唱的是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 这首歌在那个年代非常流行 那时候想听歌还得买别片 不像现在直接在电脑上就能听 管家比谁都兴奋 像个小迷地似的晃动着身体 从完颜老太爷拿起话筒的那一刻 管家仿佛看见了他年轻时候的雄姿 节奏感太强,又如此劲爆 闻颜家太忍不住 抓起了沙发上的两个抱枕 丢了一个给宋珍珍 两个晚辈随着节奏晃动着身体 一曲结束之后 宋珍珍跟完颜家太彻底地 拜扶在了老爷子迷人的嗓音中 宋珍 爷爷,你今天真是给我上了一课呀 别以为我老头子不中用了 我出来混的时候 你们两个连胚胎都不是呢 我听我爸说,你还会打鼓呢 你是无聊的时候打发时间用的 如果需要,我也能敲两下 爷爷,您真是太帅了 小星星 大星星 么么哒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剩下的就交给老天爷了 说吧,将小米双手合十 朝夜空拜了拜 师父呀,你在天有灵 一定要保佑徒儿我一举夺冠 我觉得你师父应该保佑楼天青吧 那可是他亲儿子 儿子怎么了 儿子了不起啊 我师父让我好好照照楼天青 我要是患得不好拿什么照他 师父他老人家自己不会边量点亮 老白叫你照着天青 当然了,他亲口说的 你师父那会儿应该不知道他儿子是楼天青吧 他知道的时候也没纠正啊 没纠正就是默认 嗯,估计是旺吗 婆婆 哎,儿媳妇儿,等一下咱们去哪儿吃啊 昼夜交替,傍晚来临 电视广播里频繁地播放着今夜的旷世盛景 电视台借着这股东风 索性将各家公司的画面投影在了各大商场的电视墙上 因公司数量多 每家公司的现场画面最多一分半钟 而备受关注的几家大公司则是固定切换 大约在半个小时左右 阅文总经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说服了电视台台长给他们阅文15分钟的画面 董事啊,比起其他公司啊 咱能有15分钟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15分钟来之不易 每一秒得又在刀刃上 15分钟画面全部留给今晚来的嘉宾 全部,那 什么都别说了 鱼和熊掌不可见得 照我说的去做 好,全听您的 江小米带着约文的两大公骨之臣 来到了酒店门口 等待今晚即将到来的大人物 来了 兵力缓缓地停靠在了红毯的尽头 泛着冷酷质感的车门被人从里头推开 楼杰峰躬身下车 这个阔别商界多年的男人 如今再度出现 顿时叫人忘记了呼吸 爸爸 天这么冷 你穿的也太少了 没事 一会儿我就进去了 总经理 楼先生 这边请 楼杰峰进场之后 没多久 魏老爷子跟完颜老爷子 一前一后地抵达了 董事长 这位是 江小米犹如庄子一样地戳在台阶上 木讷地盯着那个走过来的老人 此刻他心里莫名地冒出一个声音 真尼玛帅啊 小米 小米 哦 完颜爷爷 欢迎欢迎 哎哟 我完颜老前辈 我是阅文的副总 这边请 副总赶忙从镇惊中回神 上前迎接 完颜老爷子敏唇一笑 蹲在副总身后往年会大厅走去 魏老爷子钻出半截身子 看见完颜老爷子之后 不由分说地又缩了回去 老爷 你怎么了 等会儿再下 确定完颜老爷子已经进去了 魏老爷子才慢吞吞地从车子里探出身子 喂爷爷 您来了 您真正折煞我了 你外公到了吗 还没呢 不过我公公到了 您可以进去先跟他聊聊 行 我先进去 护送完魏老爷子入场之后 总经理刚想松口气 紧接着又一位帝王级的人物来了 蒋老爷子 外公 穿得这么少 也不怕动着呀 没事 我马上就要进去了 瞧你 鼻子都冻红了 蒋老爷子 久仰久仰 哎呀 客气了 这位是 这是月文的总经理 他很厉害的哦 还有我的副总经理 他们两个现在是我的左膀右臂 没有他们 估计月文早就倒闭了 在蒋老爷子面前谈厉害 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我们只是做了自己分内的事而已 太谦虚了 年轻人 今儿邀请过来的嘉宾 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部史诗级的神话 等会儿凑在一块儿不晓得会是个什么场景 长青兄啊 你看起来好像挺疲惫的 怎么呀 没睡好呀 最近呢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总是睡得不踏实 人到了这个岁数 肯定会有这方面的毛病 不过我有一个妙招 睡觉之前 可以先听会儿凡音 真的有效果 我试过好多次了 真的假的 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呢 你也没问过我呀 那天我试试看 老蒋 你身体最近还行吧 其他的都还好 就是这胳膊跟腿吧 总是绷得紧紧的 不得劲 这个我知道 就是啊 人带萎缩 怎么治啊 普拉提 瑜伽 人老了以后 任带回一起收缩 就像跟皮筋似的 要是不经常拉扯 最后越缩越紧 一点小碰擦 都是要命的事 像我这个年纪 做瑜伽行吗 瑜伽不分年龄 只要能动就能做 趁着自己胳膊腿啊 还能动 多伸展伸展 万一哪天他在床上动不了了 那才叫可惜呢 说得好像也有点道理 楼杰弗 你怎么不说话 哦 我在听你们说 多听听是好事 这都是过来人的经验 以后啊 肯定用得着 哎 今儿楼燕容怎么没来啊 哼 在家看孙子 被老爷子眼眸一缩 心口像被什么戳了一下 隐隐的发疼 楼杰弗比我小那么多 居然都有孙子了 楼杰弗 你真是有福气 孙子孙女都齐活了 老位 你现在也不赖呀 孙女都快十八岁了 咳咳咳 啊 怎么还咳嗽了 是不是受风了呀 啊 没事没事 老毛病了 老位啊 现在市面上 有一种果汁饮料 专门润肺止磕 孕妇小孩啊 都能饮用 要不您试试 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 这几位殿堂级的大人物 开始围绕着五脏六腑的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丝毫没有注意到 站在身边的总经理脸上的崩溃表情 说好的指点江山呢 说好的豪言过论呢 说好的帝王与帝王之间的较量呢 当老头 听说你们家管家有路子 搞得正宗虎编是不是 这个你也知道 要是有空 帮我弄几根来 就你这样的 哪怕是虎编自身都救不了 几点口得成啊 救你呢 救你厉害 吃虎编一定是为了干那事 这时候江小米忽然跑了过来 还有十分钟就该轮到你们上场了 各位爷爷们 你们准备准备啊 养身团瞬间安静了下来 大家面面相聚 刚才争论的太激烈了 差点忘记来干啥的了 江小米几天前就把这群老家伙 拉进了一个群里 经过商议 大家决定 临时组成了一个乐队 大家联合起来演奏一首歌 主唱是完颜老爷子 吉他手是楼杰峰 魏老爷子最拿手的 不是歹足舞 而是架子鼓 至于江老爷子拿手的 好像是贝斯 下面我们有请今晚尊贵的嘉宾 为我们带来一首 我相信 老东西 多少你没唱了 别到时候吊太高 顶不上去 我就不劳烦你费心了 还是想想你自己吧 那玩意儿丢了这么多年了 能不能找到回节奏 倒是个问题啊 你就甭下操心了 刚刚到底是谁下操心 华丽的舞台 声歌慢舞 说是年会 倒不如说是一场为了利益而举办的大型作秀现场 楼天青异性阑珊地望着台上的表演 人在 魂却不知道票到哪里去了 会场的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屏幕 上面播放着其他几家公司的现场画面 楼天青偶尔会朝大屏幕上扫两眼 看看能否看见自家媳妇 但等了半个多小时 画面始终是在四家公司之间切换 偶尔也会跳出其他的公司 不过时间都很短 几乎是一扫而过 楼天青不禁为媳妇拘了一把心酸泪 这混得也太差了 夏泰 我好像看见你爷爷了 风爵忽然嗓了一下旁边的男人 太子爷正支着脑袋 看似全神贯注地来看表演 实际上一直都在发呆 被风爵这么一提醒 太子爷开始到处张望 哪呢 风爵指着不远处的大屏幕 太子爷转过头去看的时候 差点没从凳子上摔下来 真的是他爷爷 为了不影响现场的演员发挥 电视墙关闭了公放 大家只能看到画面 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完颜家太望着屏幕上熟悉的面孔 眼角剧烈地抽搐着 他爷爷拿着话筒 嗨得一塌糊涂 镜头从完颜老爷子身上移开 然而来到了娄杰峰的身上 太子爷瞬间张大了嘴巴 然后在桌子底下猛踢楼天青 楼天青不悦地拧眉 侧眸瞪了一眼罪魁祸首 老大 老大 你回看 你爸在弹吉他 太子爷指着屏幕上疯狂拨弄琴弦的男人 楼天青先是一愣 下意识地将视线投向了侧面的大屏幕 屏幕上的楼杰峰没有穿外套 只穿了一件黑色的衬衫 袖口反扣在手腕上 怀里抱着吉他 脸在旋转灯光下 魔幻以礼 表情十分的投入 娄天青抿了抿唇 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 楼杰峰抱着吉他 狂点脑袋的样子 着实有点滑稽 谁来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时候 镜头给了月文一个全景 哪怕是没有声音的 大家也知道月文在干什么 比起其他公司的莫守陈规 月文的年会 简直就像是一场大型的蹦迪现场 所有人单手举过头顶 手有节奏地戳着头顶的空气 在江小米的带领下 数百人全都做着一样的动作 场面十分壮观 全景结束以后 再次来到舞台中央 继续之前的特写进景 江南集团的年会现场 群音会翠 明星阵容史无前列的庞大 场外的记者细言 江南集团所邀请来的明星 估计比场下观众还要多 卫少 秘书气喘吁吁地跑到魏少庸身边 什么事 魏少庸说话的时候 眼睛始终注视着舞台上的歌舞表演 仿佛兴趣正浓 秘书吞咽了两下口水 把手机递过去 您看一下吧 魏少庸逆了一眼秘书 似乎在责怪对方大惊小怪 但还是伸手接过来了 低头匆匆扫了一眼 属于魏老爷子的画面已经跳过去了 但秘书截图了 照片上的魏老爷子 貌似在打架子鼓 那一脸的狂野表情 叫魏少庸瞬间愣住了 魏少庸目光沉寂地盯着照片 看了许久 忽然念出那个名字 大家开始都以为是四个男人的角逐 没想到中途居然多出来一个 还有 刚才电视台打电话过来 说要削减我们的时间 什么 不光是我们一家 环球鼎盛 横胜地产 以及蒋家全都被削减了 我知道了 不用想魏少庸也晓得 削减掉的时间是给谁了 与此同时 朴世勋也在手机里 看到了有关阅文的精彩画面 他戴着耳机 可以听到现场的声音 完颜老爷子亲情演唱 金属质感的嗓音 非常适合节奏十足的音乐 加上几位退休的大佬在旁边伴奏 可谓是史上最豪华阵容 朴世勋眼神微凉 拇指摸缩着屏幕上疯狂的小人 一曲结束 激烈的掌声连绵不绝 大家纷纷高喊着再来一首 以前我们明里斗暗里斗 到最后居然成了最了解彼此的人 完颜老爷子气喘吁吁的感慨了一句 刚才大家合力演奏的这首曲子 事先没有任何彩排 只是在群里分享了一下曲谱 然后在家里练习了一阵 可以这么说 这场合作等于急性发挥 于是完颜老爷子忘记了自己手里还有话筒 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直接传到了在场的每个人的耳朵里 掌声骤然停止 场面顿时变得无比诡异 完颜老爷子倒吸了一口凉气 低头看了看话筒 底下的员工全部都是搞新闻的 捕捉敏感的话题是他们的看家本事 此言一出顿时激起了千层浪 包括江小米都忍不住想要知道 当年他们是怎么个斗法 魏老爷子恶狠狠地瞪向完颜老爷子 瞧你干的好事 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 这里头全是狗仔 你在狗仔窝里爆料 想哄想疯了吧 一时间几位大佬骑虎南下 娄街风本想着趁人不注意偷偷溜走的 却被蒋老爷子一把抓住了 一家人呢 就得整整齐齐的 这里头好像没我的事吧 负债子偿 你爸在世的时候 没少个应我们 魏老爷子在旁边插了一句话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楼街风盯着魏老爷子看了半晌 伯唇吐出一句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不妨坐下来好好聊聊 论资排辈 这娄街风今晚啊根本不应该站在这里 但从某些角度看来 他能站在这儿 并且没有任何突兀感 足见当年在商界这位新奇之秀 曾经也是让各位大佬头疼的一个刺头 蜿蜒老爷子大手一挥 置地有声 来个人 把四个凳子上来 这三个货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 你们不是说要聊吗 难不成站着聊啊 先说好 聊归聊 谁都不准动手 咱们四个谁先开头 你既然排在第一个 那你就先说好了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没能玩过这只老狐狸 老魏 你可再比我好 要不你先讲 我在旁边呢 酝酿酝酿 大爷子 你到底哪头呢 开始大家以为 娄街风跟蒋老爷子是一对的 完颜老爷子跟魏老爷子是一对的 可照目前的状况 貌似又不是那么回事 都怪那个智障 好端端的叫人搬椅子上来 害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基于当时的人物关系比较复杂 我简单的举个例子吧 都看过神雕侠侣这部剧吧 我的崛起过程呢 比较坎坷 有点类似于杨过 在此啊 我要多谢我的好兄弟 也就是坐在我这边的这位老伙计 闻言老爷子刚想回一句谢谢 谁叫咱们是兄弟呢 却听魏老爷子不紧不慢地开口 他在里头的角色 我想就是那只大雕 在我以为人生快要走向绝境的时候啊 伸手拉了我一把 说谁呢 谁是大雕 你才是大雕 你们全家都是雕 到底是我说还是你说 你也要想说你来 我让你 王爷爷爷 您别激动啊 砍大山不都是这样的吗 有这么砍大山的吗 说你是雕都抬举你了 我还没说你是影志平呢 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女人那点事 你继续说 我不插嘴了 首先我要声明一下 我绝对不是魏老头口中那个只能拖两个人的大鸟 我感觉我应该是金轮法王那样 因为我是蒙古 谁在乎你是哪人 说重点 记什么 今天先走啊 反正该你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你 好了 老魏呀 这么多年 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 继续啊 我也想听听呢 我给蒋老头一个面子 不跟你计较了 要是混在我以前 幻言老爷则被怒火冲昏的大脑瞬间冷静了下来 是的 他想起来了 蒋正也不是啥好东西 那个 我们继续啊 该怎么说呢 完颜老爷子开始掠入正题 回顾往昔就不得不提一提当年栽在蒋老爷子手里的经过了 那会儿啊 我狂得一塌糊涂 出来东亚 便想着把所有人都踩在脚底下 前面几年挺顺利的 知道我遇到了蒋正这个家伙 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 在强大的实力面前 在强大的实力面前任何阴谋诡计都是摆上 谁知道 再来 那次可真是上金动骨啊 蒋正 不是我说你啊 你是真够阴的 那几年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 你不好过的日子太多了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哪几年呢 完颜长青 我没说错吧 蒋正就是你的克星 只要是他在 就没你什么事了 是不是 鼠花 是不是啊 只有你什么事 没了没了了是吧 我承认我弄不过他 但你弄得过吗 我跟蒋老头是两个行业 压根搭不上关系好不好 说的没错 你们是两个行业 但你那时候 怎么不拍拍他的绯闻呢 你光知道经政我 你压得良心被狗吃了吧 你 完颜长青 你良心才被狗吃了呢 你自己说 我劝过你多少次 你听过一句没有 非得跟蒋正刚 作为你的好兄弟啊 我当然是很想给你报仇了 我叫我旗下的狗仔去拍他 拍了半年 人家傻匪文也没有 反倒是你 三天两头就上报纸上头条 约文当时大部分收入啊 都是靠你撑起来的 你个憨憨 居然怪我拍你 怎么 你给白净宇发财 就不能给我发财啊 老魏啊 别激动 我就这脾气 大家都吵了这么些年了 你还不知道我呀 刀子嘴 豆腐心 得得得 别来这套了 赶紧把话说完 说完我回去了 经历数次失败之后 我学聪明了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水路运输 改成投资矿产 嘿嘿嘿 你们猜最后怎么着 我发了 挖着挖着就藏在西亚首富 嘿嘿嘿嘿嘿 其实啊 我并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你得了吧 都到这份上了 还在装低调 我所做的一切呀 都是是为了保护蒋家 不遭受任何损失 你们觉得我心思多 手段多 其实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跟你们一样 只是一个普通人 可惜我生在了蒋家 注定我不可以普通 我十七岁就开始接受家族生意 那会儿我不爱念书 几个兄弟当中 我是最差的 你确定是最差的 蒋家不养闲人 父亲见我实在是念不下去了 便让我去船上打杂 谁知道 上船没几天就晕船了 作为蒋家人 在自家的游轮上晕船了 后来呢 因为晕船 我没办法做事 自然也没有赚到什么钱 下船之后 我跟我父亲大吵一架 觉得他是故意为难我 当时啊 我心里还在想 家里那么富裕 几个哥哥那么能干 少了我 又会怎样啊 后来 游轮再次出海 那回 是我跟我爷爷一同出海 大概七八天左右 我家老爷子 心脏病犯了 船上的急救设施 还不像现在这么完善 老爷子命没保住 死在了船上 我爷爷领走的时候 我爷爷领走的时候 特别 把亲爷爷丢进海里 那得承受多大的压力 江小米 咬紧唇半 心口压抑的 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都不敢把自己 假设成是 蒋老爷子 灵物 只在那么一瞬间 那一瞬间呢 我什么都想明白了 一个家族 能走到 今时今之啊 靠的不是 一个人的力量 那是几代人 同时努力 积攒下的宝贵资源 而我却拿着别人 拼命换来的东西 肆意挥霍 老爷子粗哑的声音 在宴会大厅里回荡 聊聊数语 尽叫所有人 都陷入了沉思 原来成长需要的 不是时间 而是精力 小老头 别说了 听这个我受不了了 对对对 还是说说你把完颜老头 弄得走投无路 去挖矿的事吧 你嘴咋那么浅呢 今儿我是招扰你了 你不说两句 你会死是不是 你看你 又开始交针了 老爷子 您成功的秘诀 是什么呀 我的秘诀 就是别怕吃亏 别怕受委屈 尤其是吃亏受委屈 一定要趁早 太吃不成 活到八十岁 啥亏都没吃过 啥委屈都没受过 走在路上 别人催你一口 搞不好都心里承受不住 嘎巴一下 猝死 那就得不偿失了 不瞒各位啊 我这一身的能耐 全都是吃亏吃出来的 若我一直能顺风顺水 也不至于变成这样 是吧 完颜熊 什么呀 你有没有在我手里吃过亏 说实在的 我也挺佩服你的 能在我手里下 传气的 不多 真的 哎呀 还好没继续跟你斗啊 不然 被人海里头喂鱼的 就是我了 还好我是搞新闻的 不存在什么 死无全尸的困扰 好端端的想这个干嘛呀 对了 这老头 我一直有个疑惑 蒋家生了那么多孩子 就不怕有朝一日 争夺家产吗 不怕 为什么 但凡发现有人起了异心 蒋家所有财产 全部充公 一个子儿都不留 百年基业 全部卷 全部 那我要再问问你 若只有一个人争 其他人都是无辜的 也充公 一样的 只要有一个子孙 产生谋夺家产的念头 其他人也一样 一无所有 这不公平啊 一点钱都不给家人留 话不能这么说 子孙若如我 留钱又何用 贤儿多才 子孙其智 子孙不如我 留钱又何用 欲儿多才 亦增其过呀 真的啊 蒋正 别的我不佩服 就佩服你们老祖宗 这明白劲 活得太明白了 我懂了 我懂了 跟我斗的人 现在几乎都死了 死者为大 没什么好说的 谢谢大家 哎 陆金风 不带你这么玩的 大家多多少少都透露 那么一点 你怎么能违反规定呢 对对对 说两句 你要是想不起来呀 我帮你回忆 那会儿房地产不景气 你被好几家开发商联合围攻 你是怎么突围的 那帮人不惜亏本 要降低楼盘价格 于是我让员工假扮成客人 过去买低价房 然后就把他们买破产了 你一夜干倒了 十六家房地产大额是怎么回事啊 白天我有其他事情做 只有晚上有时间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得 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几位大佬的谈话结束了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 生在大家族里的要稳 自力更生的人要狠 喜欢闯的人要鸣 想活得久的得忍 讲老爷子闻 楼杰风狠 蜿蜒老爷子 瞅准机会改变策略 而魏老爷子 一直在忍耐中度过的 忍到最后就是春暖花开 谢谢四位前辈来到我们月文 跟大家分享你们所经历的一切 等一下我们还要有个活动 还请各位挪一挪地方 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哦 乖乖呀 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你上去就知道了 现在请容我先卖个关子 年轻人的玩意儿 咱们已经不懂了 是啊 不出门不知道 出门了才晓得 自己已经跟这个时代 哥哥不入了 花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呢 电梯直达顶楼 江小米在前面带路 小时候啊 一抬头星星 就像在眼前伸手就能抓住 哪像现在 忘半天 连个门都看不到 完颜老爷子瞪了魏老爷子一眼 眼神不好怪谁 我怎么说一句你就能插一句了呀 走走走 留远点 看见你就心烦 魏老爷子话音乐下 忽然听见远方传来一声小声 横圣地产的烟火 开始了 我的天哪 鹿 梅花鹿 江小米一边叫 一边拍巴掌 为自家的老公鼓掌 在梅花鹿出现的那一刻 底下的人也跟着沸腾了 稳如泰山的蒋老爷子 忽然像孩子似的 不停地戳着天空 哎呀 朝咱们这边来了 来了来了 他来了 你儿子这玩意儿不乱呀 蜿蜒老爷子激动地 推搓着身边的冷酷男人 楼杰峰仰着脸 嘴角弧度上扬 臭小子 活浪漫一套一套 一边是烟花盛放 一边是腾空的梅花鹿 不多会儿 另一边的水墨表演 也开始了 喷泉犹如逆行的流星 疏得冲上半空 变幻莫测的灯光 将无影的水柱 染成了梦幻般绚丽的色彩 像是一朵朵祥云 漂浮在空气里 带着真实的水汽 与楼杰峰的梅花鹿 搭配成了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 用人准备 江小米见时机差不多了 连忙掏出对讲机 给底下的员工 下达了命运 就在大家应接不暇 不知道该看哪一个的时候 天空中忽然飘来了一个 类似萤火虫般的灯笼 接着是第二个 深邃漆黑的苍穹上 一颗颗宝石般的 盈盈之火 逐次亮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升起的数量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 十分钟不到 那密集的光点 瞬间夺去了所有人的呼吸 大片的天灯一起升空 漫天灯火摇曳 壮观而又震撼 风是往海边吹的 腾空而起的孔明灯 密密麻麻的 和地上的点点灯火 相互映沉 交错难辨 这些腾飞的灯盏 顺着风 宛如一条人工铺设的银河 缓缓地往海边推移 从精力仰着头 激动的眼泪夺眶而出 他记得江小米 指着墙壁上的那幅画说 要弄这个 没想到 他真的做到了 而且做得那么成功 这时 对讲机里又传来了 江小米的第二道命令 总经理连忙擦干眼泪 摁着对讲机 对底下的人宣布 进口都准备 开 银河贯穿长空 迁移的群星 闪烁在天幕中 正当人们应接不假时 一道斑斓的光膜 平地而起 轻盈地飘散着 同时忽明忽暗 各种颜色极快的变换 此时此刻 极光 银河 烟火 祥云 迷路 刹那间 汇聚成了一幅令人永生难忘的磅礴景色 朴先生 您快看 陆青龙满眼惊讶地望着窗外 自家公司放烟火 朴世勋这个老板却在酒店的套房里躲清闲 顺着陆青龙手指的方向 朴世勋先是一愣 随后疏地站起来朝露天的阳台奏去 冷风扑面而来 带着一股湿漉漉的水汽 朴世勋站在阳台上 目瞪口呆地望着从远处飘来的银河星光 还有那道神奇而又扭曲的光膜 如果没猜错 应该叫极光吧 陆青龙静静静地站在朴世勋身后 脸上虽无表情 但是心却被震撼到了 朴世勋看了半晌 喉咙里忽然溢出了一丝笑意 表情高深莫测 望着头顶绚丽的景色 楼天青也笑了 文言家太忍不住吐槽他 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笑 我怎么就不能笑了 没听你爷爷说嘛 这条路走不通 那就换一条 怎么换啊 楼天青沉吟了片刻 忽然按住了耳边的蓝牙耳机 蔡蔡 让路跟上天灯 没多一会儿 蔡蔡就发来了反馈 在背后操控无人机的并不是人 而是大数据 也只有大数据才能做到如此精准 楼天青下达完命令 转身往外走 其他人纷纷站起来跟在他的身后 自从天灯升起来的时候 楼天青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 咱们去哪儿 别跟着我 这一场的视觉盛宴 在往后的数十年 再也不会有第二次 阅文的记者纷纷仰着头 望着他们亲自缔造的这一幕 心中百感焦急 不知道为什么 竟有些想要流泪的冲动 太壮观了 太震撼了 而这个时候 夜空中那巨大的麋鹿 竟迈着蹄子追了过来 像是要踩着这条银河 登上九重天 恒盛地产的烟火 在银河穿过面前的时候 肘然绽放 宛如开在浩瀚星海里的花 刹那间 天地万物黯然失色 只留眼前一幕 定格在心中 江小米仰着脸 小脸因为过度震惊 一直维持着最后的那个表情 老白 你老实讲 你处理我牛不牛 有才不有才 优秀不优秀 说是迟 那是快 一条臂膀横空出现 快速地将它卷入了怀中 江小米吓得横飞破散 江小米的尖叫很短促 因为下一秒 它的叫声就被封住了 突如其来的热吻 把江小米吻得七荤八素的 它用力地捶打着对方的胸膛 这么多长辈在那干嘛 江小米几乎没有看清楚 吻它的人长什么样子 心里就十分肯定 这个人就是楼天青 也只有他敢这么对他 这个吻十分的激烈 楼爷鲜少会如此失控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那条长长的银河 升起来的时候 他脑海里就冒出来这个念头 抓到小狗仔 好好吻一口 如今他如愿以偿 犹如吃饱餐足的老虎 撇着牙口回味中 万千星灰在天空飘荡 楼天青脸艳的眉眼 全陷在黑暗中 看着我 楼天青旁若无人地 抬起江小米的下巴 小女人被那铺天盖地的热吻 弄得大脑停机 乖乖地任由楼天青摆布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简直让我刮目相看 你 你有病啊 你有药啊 走开了 长妹们都在呢 怎么 两个人好不容易分开 将小米还尸了一周 人呢 这位老爷子跑哪儿去了 想咳就咳出来吧 又没有人笑话你 我不是想咳 我是想笑 楼天青 你儿子 蜿蜒老爷子笑得 直接弯了腰 刚才楼天青那副迫不及待 旁若无人的举动 把他们几个都吓了一跳 尤其是蒋老爷子 当时脸都绿了 大概在场的人 没有哪个能体会到 自己家的好白菜 被猪连根端走的心情 楼杰峰 楼杰峰 干什么 楼杰峰回头看了 位老爷子一眼 你就没什么可说的 我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养的 反正 我养了这么多年的猪 算是丢了 刚才楼天青冲进来的时候 楼杰峰是第一个看见的 他还在想 儿子怎么会过来 刚准备喊他 谁想到楼天青鸟都不鸟他 直接奔着江小米去了 你带我去哪儿 我还没看够呢 在最浪漫的光景下 江小米被楼天青打横抱起 掳到隔壁酒店的景观套房里 男人打开了所有的窗帘 在这片奢华的盛景之下 楼天青栖身压在江小米身上 湿南 看坚%%%&%%&%〃